12个百分百具有新加坡标志性的人事物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远离甘谷水泥城市 提起新加坡这个小红点 大家都会认为 我国只有繁华的大都市 和人造的旅游景点 又有多少人知道 我们也有着非常自然的一面 自然景点 现在不会有自然景点 自然景点 有吗 一定吗 新加坡有很多自然景点 谁都取在不了之中的调 到鼓鼻掉泼 鼓鼻听了歌唱 龙头话题 童年回忆 现在就心动 百分之百的新加坡 想逃杀个梦 妈妈说都不放过 雨会是在等我 多少口气都不 你是太亚龙 现在就心动 百分之百的新加坡 大多数新加坡人都不会踏足这个小岛 因为这里是填埋垃圾的基地 小岛的名字叫石马高 又有谁知道石马高岛蕴藏着一个 能媲美乌民岛泽爪哇的自然湿地呢 石马高岛是新加坡第一个外海垃圾填埋厂 石马高岛是新加坡第一个外海垃圾填埋厂 处理过我国百分之九十的垃圾 焚烧过后的垃圾 烧剩的灰烬 都送到岛上填土造地 在这个人称垃圾岛的地方 竟然找得到优越的生态环境 从道路上,我们必须去旅行 然后出的核子 突然走到这座原廂图 空空间 然后你没有看到任何高下 任何建立的硬栏 全部都是碎 所以她是为什么 哇,我刚才出门的那种感觉 到访湿地得拿捏好海水的退潮时间 在畅嘉敏的带领下 团员们得以近距离观察潮间带的生态活动 原来这里不仅仅有红树林 珊瑚礁和海草 还有很多少见的海洋生物 OK 这个是蜂蜂 你看看这些团团 蜂蜂蜂elo throughout this area is all the tentacles and inside here is the mouth the back side is also here so it is one container things go in and they eat it and then it comes out 当我带他们来看一看这些东西 我们发现有很多特殊特殊的物品 我们从来没有见过 所以他们开始说 我的天 哇 他们从来没有见色彩的色彩 像一个鲜叶大 或是一样的海鲜 甚至是一样的鲜鱼 这些是一样的鲜鱼我们可以有在沙迹 这些鲜鱼鱼的鲜鱼 或鲜鱼鱼鱼 我们经常得到鲜鱼 它是一样的鲜鱼 所以这些是非常好看的 这里很好玩 这里很美 看到那个大大的海星 平时在新加坡除了去海边以外 很少有机会说来到一个沼泽地 真的在沼泽地走 可是来到圣马卡 我居然有这一个机会 能亲自地摸这些海洋的这种生物 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新鲜的体会 有学了很多新的生物 以前没有看过的 西马高岛过去是一个垃圾铁卖场 但是很难得小岛的自然生态 并没有受到太大的污染和破坏 相反的 岛上的动植物生机盎然 大家猜猜看 小岛上能找到多少不同品种的生物呢 自然的生物很有趣啊 改次可能我长到会去读 读啊 去看他们是怎样生存的啊 突然间有这种兴趣啊 哇 很爽啊 所以来到这边的时候 我其实蛮惊讶的 说其实加坡还有这一个地方 能让我们接触大自然 是一种植物的植物的植物 是一种植物的植物 当我认为西马高 它有这种自然的自然 在一边 而在另一边 它有栋梁 所以这两个人生存在一边 这种植物的真正是 这种植物的真正是 这种植物的东西 这种植物的东西 所以我希望这种植物的地方 会保持在未来的 现在它没有保护性 但是 我认为这种希望到未来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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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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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一份 你知道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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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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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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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